同学们好 这节课给大家继续讲一下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 首先大家要知道呼吸系统的组成 有两部分构成 一个是气体通过的管道 我们叫呼吸管道 另一个很重要的气体交换的场所 我们叫肺 第二个我们要搞清上下呼吸道的概念 上下呼吸道 它的概念 所谓上呼吸道就是喉以上的呼吸管道 下呼吸道气管以下的呼吸管道 这样区分 那么在呼吸系统 这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 一个是鼻 另一个就是喉 鼻和喉 首先我们看一下鼻 鼻大家了解两个 一个是外鼻 第二个要了解鼻腔 两个 两个内容 外鼻 主要是我们了解一下各个部位都叫什么 叫什么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大的鼻子吧 各个部位都叫什么 首先要知道这个部位叫鼻根 这个叫鼻背 这就是外鼻肯 这就是外鼻 各部位叫什么 鼻腔呢 我们要了解什么呢 第一个 要了解鼻腔的分布 鼻腔 鼻腔可以分为几部分呢 我们把鼻腔做一个石状切面 石状切面 上唇 上唇 那么这块我们是口腔和鼻腔的分界 叫鳄 那么前方呢 这部分有一部分 一丸鼻腔 鼻腔可以分为几部分呢 我们说分为两部分 大家看一下 这块呢 有一个龙脂 半月状的龙脂 这是凹窝 那我们看一下外鼻 外鼻是凹陷 它里面 腔里面就是龙脂 这个叫鼻玉 鼻玉的前下方 还有鼻毛 这部分叫鼻前亭 鼻前亭 这是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 也就是指尖能插入的那个空间 那么大多数的这部分 我们过去古性的讲过 撤壁有三个鼻甲 这个是鼻腔和烟的分界 叫鼻后空 大部分这都叫固有鼻腔 固有的鼻腔 以鼻玉为界 分为这么两大部分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鼻中格 鼻中格 我们再做一个断面 我们再做一个断面 大家看 额骨 额痘 鼻骨 腮板 鸡怪 垂体窝 斜坡 叠骨体 叠痘 叠痘 额 鼻骨 鼻骨有哪些构成呢 鼻中格 首先看 这块应该有一个鲤骨 上方 是筛骨的催直板 这两个都是骨性的 前下方 这部分是远古性的结构 这部分 远古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组成 鼻中格组成 看这个板 叫腮骨的催直板 这个骨板 叫离骨 加前下方的远古 组成了完整的鼻中格 由于它的分隔 区分了左右的鼻腔 左右的鼻腔 这是我们提到的鼻中格 鼻中格我们了解了 那么第三个呢 大家要看一下粘膜的特点 鼻中格的粘膜 大家记住这个远古区就行了 远古区有丰富的血管 所以遇到外伤 或者气候干燥 最容易出血 我们也把它叫做易出血区 指这部位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整个鼻腔粘膜的分区 第三 鼻粘膜的分区 鼻粘膜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区 两个区 大家看一下 首先看这个图 鼻腔的外侧臂有三个鼻甲 注意 上鼻甲的粘膜 以及它相对的这个部分 鼻中格的粘膜 这个叫嗅区 叫嗅区 为什么叫嗅区呢 这个粘膜的身边 有大量的嗅细胞 传导嗅觉 传导嗅觉 其他的大部分区 都叫呼吸区 所以鼻粘膜的分区 分两个区 嗅区和呼吸区 第四 第五个问题 我们就不展开了 第四个是什么呢 是鼻甲和鼻道 第五个是鼻旁豆 在颅骨里边 我们已经做了介绍 在这儿我们就不展开了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鼻旁豆的体表投影 还有印象没有 我们看一下鼻旁豆的体表投影 我们看这一侧是鼻性的 上笔甲 中笔甲 上和豆 下笔甲 框腔 这是额豆 腮豆 这是上和豆 额豆在哪呢 湄宫内侧 腮豆在框内侧臂 上和豆 上和骨的身面 这是从投影上来看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下面我们介绍第二个问题 喉 喉既是一个发音器官又是呼吸管道 它有双重功能 所以我们先讨论一下 喉的位置和笔临 喉的位置和笔临 烟我们已经学过了 我们把下部 口腔的下部 我们放大一下 下唇 壳 净 喉结 那么这块我们断到的骨的断面 就是下和骨前方的断面 上方有牙齿 后方 这就是蛇 蛇盲孔 慧燕圆骨 这个就是猴 后方是烟 那我们看一下椎骨 猴的上端 是这个慧燕圆骨的上缘 相当于第三颈椎 它的下端呢 三四五六 所以在三到六颈椎之间 三到六颈椎之间 后方这个枪系是烟 这个才是猴 我们来看一下 这部分的结构 这儿有肌肉 叫壳舌肌 舌扁桃体 这是舌骨 下和舌骨肌的断面 下和舌骨肌的断面 所以位置应该是在三到六之间 我们看笔灵 上方通烟 上通烟 也就是猴烟部 向下通谁呀 下通气管 我们再看前方 前方有什么呢 过去我们讲过肌肉 舌骨下方 有舌骨下肌群 正是在猴的前方 所以舌骨下肌群 在它的前面 后方呢 后方是烟的哪一部分呢 也就是猴烟部 两侧呢 两侧有什么结构 大家从这个图看一下 我们看这是舌骨 大脚小脚舌骨体 舌骨下方 有一个膜状的结构 然后又是一个圆骨 甲状圆骨 这个膜叫甲状舌骨膜 甲状圆骨下方 叫环状圆骨 一会儿我们要介绍的 它们之间也有一个解体组织膜 叫环甲膜 再往下 就是气管 这是气管 有一个重要的线体 叫甲状线 注意 甲状线有个 峡部 沿后上去的 这是甲状线的侧叶 这是甲状线 甲状线的后方呢 还有重要的 还有重要的 进步的动脉 过去我们讲过 胭的两侧 是不是有重要的血管和神经 就是这个 所以在它的两侧 除了有甲状线 测液以外 还有大血管 和神经 甲状线测液 和大血管 神经 这是猴的这个笔林 这是笔林 那么猴的笔林 我们了解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猴究竟有哪些结构组成的呢 从这图我们看一下 有很多远骨 很多远骨 又有很多硬带 还有肌肉和关节 所以有四大部分组成 那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猴的远骨 第二 猴的远骨啊 我们从挂图上看一下 大家看块图 这些图啊 是从前方看远骨 这些呢 是从后方看远骨 首先看上方向 树叶状的 这叫慧燕远骨 慧燕远骨 这个远骨叫甲状远骨 甲状远骨 大家从前方看 前方是愈合的 这叫前脚 然后有两个侧块 两个侧块 构成的 但是它的后臂是敞开的 你看从后面看 后臂敞开 前方愈合 像两个铠甲一样 所以叫甲状远骨 甲状远骨下方 有一对 勺状远骨 最下边 这个叫环状远骨 这是从后方看 这几个远骨 唯一大家要对它印象要特别深 它是远骨里边唯一呈环状的 而且是唯一一个远骨环 对呼吸道的支撑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个远骨你怎么摁 它不塌陷 不塌陷 那么大家看没看过 口对口员工呼吸 比如说这是一个医生 在抢救患者做口对口员工呼吸 他做了这么两个动作 我们感到很奇怪 第一个掐着患者的鼻子 另一个手摁住了环状远骨 那么这医生在干什么呢 这是这个患者 掐鼻子什么目的 就是你吹这个气 别搁鼻子跑了 对吧 那么为什么要压环状远骨呢 我们看这个图 环状远骨是一个唯一完整远骨环 如果向后压的话 是不是把喉烟布给闭锁了 这样你吹进的气体能不能到死管 只能进入气管 防止胃脏气 防止胃脏气 所以这个环状远骨对支撑呼吸道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我看到的四个缘故 除了缘故以外 我们还要知道猴还有印带呢 猴的印带呀 很多 我给大家说两个 首先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印带呀 甲状舌骨膜 甲状舌骨膜 这个叫缓甲膜 缓甲膜也叫缓甲中印带 缓甲中印带 这两个 最主要是记住这个 一会儿我要讲 这个有什么临床意义呢 就是急性猴祖塞的患者 马上要自吸 那么我们要采取一个临时措施 用最初最初的针头 在这儿毫不留情的砸进去 建立暂时的呼吸通道 所以这个位置 大家活体上应该熟练的摸到 摸到猴结 向下滑动的凹窝 就是缓甲膜 所以这个印带呀 大家了解一下 缓甲中印带 这块可以做穿刺 第三个我们再简单说一下猴肌 猴肌 猴肌大家了解功能就可以了 它都是很小的一些肌肉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小型的肌肉 这都叫猴肌 它总的功能是开闭声门 调解声带的紧张度 记住功能就可以了 肌肉的名称 我们就不要求了 最后我们提一下猴腔 猴腔 猴腔这里边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介绍一下猴口 猴口 大家看刮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从上往下看猴口 这是蛇 这是恶扁桃体 这个就是慧焰远古 这个呢 勺慧焰壁 两侧勺慧焰壁 这个呢 叫勺间切记 所围成的这个口叫猴口 这个叫猴口 那么从上往下看 猴口里边有什么结构呢 有一个内侧的这两个咒壁 叫声壁 外侧的这两个顿圆的壁 叫前庭壁 前庭壁 所以能看到这么几个壁 那么在这里 我们得出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两侧声壁之间的裂系 是最窄的 这叫声门裂 那么两个顿圆的这个壁之间 比较宽 它叫前庭裂 前庭裂 既然能看到四个壁 那就说明最内侧的是最窄的壁 最窄的壁 猴口组成 我们搞清楚 换一个图 大家再看一下 这是慧燕远古 这是我们在后方向前看 后向前 这个不是一个正位 那么这个慧燕远古形成的这个口 叫猴口 猴口什么时候才能封闭呢 大家看 这块是一个关节轴 当我们吞咽的时候 猴树上提 猴一上提 舌头没这么动 舌头还在原位 那么它要一上的话 我们想一想 猴上提 就顶压了这个慧燕远古 舌在这不动 猴一上提 慧燕远古是往下来 正好把猴口封闭 那么你说笑鼠吞咽 就容易误入到呼吸道 这是我们提到的一个猴口 猴口搞清楚了以后 大家第二个就要知道 黏膜咽咽咽 我们把猴 破开 大家看 这是慧燕 把它切开 每侧有两个奏壁 把圆古画下 这是甲状圆古 下边的这个 就是环状圆古 这个区就是切面 罐状把它切开了 切开了 上方还应该有一个舌骨 甲状舌骨膜 会员圆古 这是前方的壁 那么从这个断面上我们看 每个侧壁是不是有两个奏壁 上方就是方才大家看到那个顿元的壁 叫潜艇壁 下方比较锐薄的这个壁 叫僧壁 所以发音主要靠它 那么我们来看左右距离 这两个距离最近 这个最远 所以从上方四个壁都能看到 都能看到 那么它叫声门裂 它叫潜艇裂 既然这两个裂我们搞清楚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将整个喉枪分为几部分 前方叫喉潜艇 喉潜艇 这叫喉中间枪 这个叫声门下枪 所以第三个问题 就是喉枪 可以分为三部分 喉潜艇 喉中间枪 声门下枪 喉中间枪两侧这个挖兜 叫喉石 属于喉中间枪里边的一个结构 那么在这我说一下 声门下枪啊 这个粘膜的特点是 比较疏松 在炎症刺激下 最容易随肿 一随肿以后 大家想这粘膜是不是变厚了 变厚以后 声门裂是不是更窄了 那么最终 总有闭合的这个事 一闭合以后 这叫急性后阻塞 气体不能通过了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穿刺 那么穿刺能刺到哪个 间隙里边呢 大家记住 能从这儿刺进来 正好是声门下枪 也就是最狭窄的部位下方 建立一个暂时的呼吸通道 这样你才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 到医院以后 注尘切开 再做气管切开 这是我们提到的喉腔 好 这节课就给大家提这么多内容 下次课